小龙女至金庸笔下诞生 这世间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其生命 其实她不过是个孤儿 幼时被抛弃在重阳宫前 幸运地被古墓派祖师林昭英的丫鬟带走抚养 余活死人目中长大 洗得一身毫无意 成古墓派第三代掌门人 她看着大概十六七岁 披着一袭青纱般的白衣 尤似身在烟中雾里 金庸形容她如风浮玉树 雪果金包 兼知生性清冷 冷清似龙荣月 初见小龙女 众人脑海不禁地都涌出 美若天仙这四个字来 郭福自残行贿 老顽童周伯通 深觉她的容貌武功胜过黄荣 从1960年至今 影视剧中的小龙女的版本不少于12版 众人印象最深的 当属李若彤和刘亦菲版本 虽说九五版的豆瓣评分 高达9.2 06版的只有7.5 差距有些颇大 但李若彤和刘亦菲的小龙女 却各有千秋 李若彤柳夜湾眉 明眸性也美而不厌 冰冷之中有带有丝丝柔情 可谓最经典的姑姑 而刘亦菲 碧玉年华 气质天然 就似小龙女 美到极致 堪称天仙 下面C写就把她们放在一起对比下 看看差别到底在哪 姑姑李若彤 当年 陈玉莲版的小龙女 终于在前 可李若彤愣使经验翻盘 成就最经典的白月光 可显为人知的是 小龙女这个角色 并不是李若彤争取来的 年轻时的李若彤 一心想做个空姐 拍戏不过是兼职 后来辞职 也只是想逃避情感的失忆 彼时 她算是演艺界的新人 欠着TVB的片约 并无角色选择权 1995年神雕侠侣筹拍 兼职李天胜 南巡河氏女主 偶然看到青春火花中 活力四热的李若彤 她慧眼始终 立马拿着李若彤的照片 找金庸确认 并得到认可 可李若彤得稀 并没有欣喜若狂 我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很淡定 她甚至有些不确定 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太适合 但适妆之后 却意外好看 李天胜还提点 她赶紧看书补课 凭着自己的感觉去眼 你对她是什么感觉 就直接去眼就好了 李若彤很是听话 神雕侠侣拍了六个月 她一门心思研究戏 不和朋友联系 在片场也几乎不跟别人说话 只为体会清冷出尘 扮演小隆尼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时刻保持 没有表情的表情 现场她和古天乐 也没有什么互动 除了内向 还因为实在没有精力 明天早上六点中开拍 晚上两三点才收工 转场又晕车 拍打戏弄得满身时尚 有时间只想休息 这样辛苦连肘转 李若彤患上了 口水分泌陷堵塞症 稍不注意 塞帮子就会突然肿起来 而她也因为入戏太深 拍完之后 仍现其中无法自拔 仿佛自己就是江湖上 那个一袭白衣 身居古墓的小龙女 她几天不出家门 在阳台上一坐就是一天 会突然之间泪流满面 还是在前辈的开导之下 她不断地暗示 自己那只是演戏 才慢慢地回归正常的生活 李若彤的付出也有收获 神雕侠侣一经播出 直接爆火 她演的小龙女掀起飘飘 美绝人间 堪称一鸣惊人 出场时 她一跃而上 侧躺在悬空绳子上 那种高冷瞬间就征服了观众的心 通过眼神 能够看到小龙女内心的孤寂 但杨过 让她变成了一个 有血有肉的女人 她会浅笑 会吃素 会伤心 会落泪 两人身处险境 杨过的表白让她悲喜交加 久别重逢 再见到杨过 她脸带笑意 眼里有光 和杨过对视时 寒情默默 或许在很多人来看 她就是姑姑 这般的小龙女可谓完美 但依旧有争议存在 有人认为 李若彤年龄大 出演小龙女时 她已经29岁 看着过于成熟 毕竟书中的小龙女才16 7岁 另外一大缺憾就是 她长相有些欧化 轮廓又比欧美人柔和 看起来像混血儿 不太符合原著 当然 一千人心中又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也不乏有人觉得 李若彤 介于花旦与青衣之间 恰到好处 可惜 李若彤对人生没有什么规划 并未能乘胜追击 塑造造更多的经典 我喜欢一切顺其自然 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再加上当时的另一半 不想我再拍戏 多年后 她再次扮演小龙女 引发了一波回忆沙 只是历经沧桑 眼窝凹陷 再也不负新年的盛世美颜 天仙刘亦菲 与李若彤版相比 刘亦菲版的小龙女评价 则两极分化更明显 喜欢她的粉丝赞誉极高 如果不是李若彤版的小龙女 先和大家见面 让观众先入为主 不然刘亦菲版早就是经典了 不喜欢的则表示 看不下去 觉得她演得太假 当年张继忠重拍《神雕侠侣》 特意举办了一个 小龙女的选角活动 蒋琴琴多次 想表示 想演小龙女 张继忠也承认 她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很有气质 但出于商业因素 她淘汰了蒋琴琴 有人给她推荐舒琴 但她觉得 舒琴年龄偏大 她很实 人间烟火 不够清准 绕了一圈 张继忠最终定下了刘亦菲 刘亦菲真的很像 一个是因为她当时的年龄 一个是她的外貌 真的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彼时 刘亦菲只有16岁 试镜时 她自己很有信息 我是年纪最合适 最像的小龙女 她和金庸见过四次 每一次金庸都强烈地表示 希望她能来演小龙女 她还送了一本 亲笔签名的书 送给刘亦菲 书的飞页写道 刘亦菲小姐 我希望你能饰演小龙女一绝 这样 全天下的读者才会相信 我金庸没有胡说八道 刘亦菲的美 乌龙致意 早在演王雨嫣时 她就成了众人心中的神仙姐姐 论颜值 她貌似天仙 年起小龙女来 自然不在画像 飞上绳子就一个匹刹 广秀一收 宛若仙子下凡 稚嫩的脸旁 自带着涉事未深的懵懂 眼神清澈 不染尘埃 也符合一直待在古墨 未出世的小龙女的形象 网友赞叹 她只需站在那里 便是风景 因为刘亦菲有舞蹈功底 剧中打戏很是精彩 一朝一世 行云流水 干脆利落 偏弱惊鸿 但论演技 她就逊色 李若彤不少了 刘亦菲深知 要演好小龙女 需要表现出冷冰冰的外表下 多层次的内心 但出来的结果 仍是没有神态波动 或许是黄晓明演的杨过 太过油腻猥琐 小龙女实在爱不起来 两人面对面 她的眼神似乎在躲闪 两人相拥 一个帅 一个美 却完全感受不到 彼此之间的爱意 有种同床异梦的感觉 和杨过16年后再相逢 画面很唯美 但那种悲喜参半 无畏杂陈的复杂情感 并没有体现出来 这一回头 仿佛听到导演在喊 快看这边 不然拍不出不美了 或许是怕大哭起来不好看 刘亦菲整个人 只有一种淡淡的悲伤 过于克制 用眼神来表现内心的喜 对于刘亦菲来说 确实比较难 她自己都表示 年轻时没眼神 那时候就发傻 但也有不少粉丝坚称 她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小龙女 还原度甚至高于李若彤 张继忠也坦言 自己和金庸沟通多次 盼得小龙女最不食烟火 结语 思以为刘亦菲演技稍差 却演出了小龙女的初始 更符合初期的智能 而李若彤的小龙女则 入世一些 有一种令人心痛的 任命感和沧桑感 更符合后期 历经世事的生动 你更喜欢水眼的小龙女呢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订阅 好喔喔 h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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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åh 好喔猜